各位朋友又到了周末 大家周末晚上好 承蒙各位不弃 愿意听我聊一聊诗歌 那有朋友刚才说 说欢迎我讲课 这讲课两个字 真心不敢当 咱们就是就这一首诗聊天 咱们聊一聊这首诗里边的字 词句子 它的意象手法主题 那有的时候呢 咱们就发挥一下 闲聊一下跟诗词内容相关的历史啊 人文呢 聊到哪是哪啊 今天呢 咱们继续古诗十九首的第六首 涉江采芙蓉 先给大家读一遍 涉江采芙蓉 兰则多芳草 采知玉为谁 所思在远道 环顾望旧乡 长路满浩浩 同心而离居 忧伤 以终老 这一首呢 涉江采芙蓉 在古诗十九首里面 是很短的一首 八句话 内容呢 也很简单 大家读完 基本上都能明白 就是能够感受到肯定是写的一种思念之情 那么 这首诗的主题是明确的 表达思念之情 但是呢 开头这几句啊 还是有一些争议 咱们来一步一步看一下 这争议在哪呢 投一句 涉江采芙蓉 兰则多芳草 这个两句话 描写了一个场景 就说我到江上去采摘这个荷花 芙蓉就是荷花 那么采摘的这个主人翁 现在有争议 有的说是男的 有的说是女的 那么有一种观点呢 就认为说这个诗人啊 这个做这个主人翁 写的是个男子 漂流在外 想家了去江面采芙蓉 但是他的这个理论依据呢 就是说芙蓉这个词 在古诗里面 他有一种意象 基本意象 就是比作女人的容貌 最早在诗经里面 有谱与和 这个和呢 就是指的 就是芙蓉了 就是荷花 那唐诗里就更多了 这个像王昌龄的说 把芙蓉比作美人装啊 最著名的 咱们中学说 学长盛歌白居易的 芙蓉如面 柳如梅 对此如何不累垂 说唐玄宗从这个 鼠回到宫里之后 那时候杨贵妃已经没了 那么他看见 宫里的这个芙蓉 看见宫里的柳叶 面前就想起这个杨贵妃 貌似芙蓉 面如芙蓉的这种美貌 他就开始伤心落泪了 呃 其实这种意象啊 在元曲 元曲里面 元曲四大家有一个叫白浦的啊 那么白浦呢 他有一出句叫梧桐语 里面有一句 是这种意象最直观的一种总结 这句话叫 见芙蓉怀媚脸 与杨柳 一牵腰 说只要看见芙蓉 我就想起我喜欢 喜欢的这个 这个人的脸 我看见杨柳呢 我就想起他的牵腰 就把这种意象啊 基本上总结的非常到位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就认为啊 古人把芙蓉跟女子联系起来 所以采芙蓉呢 应该是男子采芙蓉 边采芙蓉呢 边想起了这个心爱女子的容貌 这种说法呀 乍一听啊 是有道理 但是我们还要进行更仔细的一些思考 那如果是女子采莲采荷花 是不是更加有道理 我们就接下来来 按照这个 在汉代 在南北朝时期 包括后来 这个采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女子采莲 更加的 呃 有道理 来看字句 摄江采芙蓉 兰泽多芳草 这是一首 泽运诗 尾字都是压的这个泽运 呃 这个兰泽呢 呃 古音这个泽读泽 是入生字 呃 我我读的时候呢 就了大多数 刚才用用咱们普通话读的 呃 先来解释 其中的这个江 这个江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四句写的地方是江南 呃 这个理由 第一呢 这个长江啊 呃 这个江字 在中国古代专指长江 呃 我们现在也是啊 长江流域大部分的河流啊 都以江命名啊 像朱江啊 乾塘江啊 乾塘江在浙江啊 呃 你像王长龄写这个 乾塘江叛是谁家 江上女儿全胜花 呃 包括这乌江啊 当然这个楚八王 乌江资本 这个乌江呢 这个是在现在的安徽河县 也是在长江以南的啊 也是算江南 呃 这个路由写的路由写的这个路到乌江君子之啊 这个也是长江以南 呃 不是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当然现在这个乌江 就是咱们四川那个什么乌江福丁榨菜那个好像啊 啊 那个也是在江南 而黄河流域呢 大多数的河流 它都以河来命名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淮河 哎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石经讲那个真伟啊 真和伟和 那然后来呢 这个有一些名称有变化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绝对的 而当时呢 东汉呢 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哪啊 在北方 长安啊 洛阳啊 哎 我们之前讲古诗十九首游戏玩与络啊 呃 这些地方啊 实际上是大家要去求公民的地方 呃 有点像现在咱们说这个这个金飘啊 去去北京了 可能是一个江南的男子啊 他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去求官去求学去了 弟子呢 在南方的江边采芙荣 边思念丈夫的一个场景 这是咱们就这个空间 这个场地啊 就是江南 咱们先判断一下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说 呃 这个采莲啊 这种旧俗 基本上在古诗里面写的都是江南的这种习俗 呃 竹子青曾经作为一篇考证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 他这句原话是说呢 采莲 是江南旧俗 很早就有 而以六朝为圣 呃 他还举了例子啊 这个就是咱们汉乐府里边著名的那首西州曲 呃 这个曲子很长 呃 我发给大家 那么其中的几句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非常出名的几句话 我们中学的时候语文课都学过 其中这几句啊 凯莲南唐秋 那么这首诗呢 那么这首诗呢 很长 其中的几句 呃 这个大家读完也都知道 基本上写的就是江南女子采莲的一个情景 呃 那么 在古人的这种古人的这种文化传统的这种古诗词的这种意象里面 芙蓉 芙蓉还有一个意象就是童心 这个童心就是想起小谷队那那那那首那首歌叫什么呃什么画一个童心员啊就是那个童心 它是男女之间表达爱意的一个呃代表工具啊 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玫瑰 那古人呢 写采莲的诗词曲附都很多 我们会发现从呃呃呃开始到这个南北朝一直到后面的呃访乐府的一些题材 这些采莲采荷花的这些诗词一般都是以描写男女调情作为结束 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集体劳动啊采莲啊可能是男女交际的一个大好时机啊 那这个女子啊这个把这个芙蓉采下来送给男子 他这个有一种示爱的这种意思 这里边还有谐音啊 因为莲我们芙蓉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莲花 这个莲呢 它是声音是跟可怜的莲是一样的 但这个可怜我们现在是说这个值得同情啊 很很很悲哀 但是呢呃有个词叫楚楚可怜 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莲是可爱的意思 说这个呃太值得我们去爱了 楚楚可怜啊 这就不忍心了 太太可爱了 这种采莲啊 送情人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女子愿意和这个男子呃 永结同心 他有这么一种意象在里面 不是咱们红口白鸭在这胡说啊 这个是有有有考证的啊 咱们举起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楚慈九章思美人篇里面有一句叫因芙蓉以为梅系啊 这个梅就是咱们现在说梅婆的梅 哎他说这个这芙蓉花就是咱俩的梅人啊 你看看这个时候你看他已经从楚慈那时候开始他已经把芙蓉花作为这个梅作为梅人这种意象来表示了啊 他已经有这种呃寓意了 呃这个啊 像在到古岳府啊 汉岳府里面 汉岳府里面有一个叫啊 岳杰哲杨柳哥 他里面说啊 芙蓉使怀莲何处密同心啊 哎 你看他把芙蓉跟同心直接连在一起啊 他这个同心 当然那个莲子连心 他也有一个有一个谐音在里面 来到后来的这个南北朝啊梁武帝梁武帝呢他哎有一句呃有一首诗叫夏歌 江南莲花开 红光照碧水 色同心复同 偶异心无异啊 你看他这首呢实际上也是呃这个用了一些这个谐音比如说偶啊 这个莲莲花下边你里边结的这个偶他是跟配偶的偶对偶的偶啊 他是同音的啊 所以偶异心无异啊 他也用了这个 哎 芙蓉同心的这种意象 呃 流传到后代啊 就是到唐啊 这种就更多了 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彩莲曲 直接就说了这么一句叫既见同心旅 赴采同心莲啊 你看他哎就是咱俩同心啊 这个一块结伴去采莲啊 我们俩同心这个莲也是同心 嗯 还有啊你比如说白居易的长颜歌 我们刚才提到里边有一句啊 芙蓉杖暖春宵啊 你看他说芙蓉杖 这个一对情侣他这个欢爱他住的地方叫芙蓉杖 他不叫为什么不说兰花杖啊 为什么不说桃花杖啊 实际上他背后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 所以就是呃在这里啊给出第三个理由 其实这芙蓉啊他有童心的这种意象 还有第四个理由 就是从东汉的这个岳府开始 其实早在诗经就有了啊 就有这种手法叫谐音 呃东汉呢 这个汉岳府里面啊就慢慢多起来 其实在南朝岳府里面用的最多 这个谐音啊有专家考证 实际上芙蓉两个字 这个芙蓉的芙跟丈夫的芙是同样的声音 这个荣呢 芙蓉的荣跟荣帽的荣是同音 所以实际上这个作者有可能是在用芙蓉两个字 他暗示了丈夫的荣帽 芙蓉 他是有这么一个谐音 呃有人说这个可能牵强啊 但是实际上呢 这种手法呃 呃我刚才说了在岳府诗里面非常多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莲 哎莲花的莲跟这个可怜的莲 莲爱的莲是谐音 这个偶啊 跟这个跟这个队偶的配偶的偶是谐音啊 那么你像莲子很多时候在岳府诗歌里面 他他指的是恋子 就是爱恋你的意思 他用莲子戒指所爱恋的人 呃这种手法在南朝岳府里非常多 那么一直到唐诗诗诗里面都非常多 我们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啊 呃我想想那个是谁的来着 李商隐的李商隐的那一首叫吴提吧 《相见时难别以难》那一首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时干 你看他那个呃 他借用了春蚕吐丝的这个意象 这个丝呃蚕丝的丝实际上是谐音丝念的丝 那这种很多了 你比如说我们古诗里面看到柳旭啊 经常看到这个旭字 实际上他很多时候 他指的是我们思续的旭啊 所以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 呃一定要有声音就是这个原因 声音他会给我们其他一些联想 类似的字啊类似的词 刚才说的是跟这个相关的几个字词 那么呃你像当时的南朝岳府民歌里面 呃常用的谐音说法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双关手法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啊 呃大家感受一下 呃这句诗叫做 李斯入残疾 何物不成痞 这是一首字运诗啊 最后一个字读了这个赏声 那么呃我们第一感受啊 刚才讲了斯啊李斯啊 说这个人在机器上织这个斯啊 把这个丝线离离 所以这个斯啊我们知道是哎 他是理清思绪的意思 这个谐音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你乍一看好像只有这一个实际上你仔细看 还有啊 你比如说第二个可能很呃有些人能看成他第二个就是何物不成痞 这个痞啊好像是说哎一痞不两痞不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谐音双关 斜的是匹配的痞 那就是我在这想啊想啊 说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块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成一对不能匹配呢 哎这是第二个谐音 那你再想还有可能有第三个谐音啊 他这个李斯入残疾啊 这个残疾呢 这个疾跟这个记忆的记是有点谐音的 实际上他有可能是说残留的记忆 残留的回忆 哎就是我反复的想我们过去发生的这些事啊 这些我留下来的这些回忆 哎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不能在一块 哎你看短短的这个两句诗啊 十个字他用了三个地方可能是用的谐音双关的手法 这啊我想起来一个小故事关于谐音的一个对联 明末的著名的文学家金生探 我们知道他这个死得很惨啊 这个呃最后被牵连处以急刑的一个一个人啊 呃行刑日这一天啊啊 你想啊这个现场肯定是凄凉肃末啊 这个胸藏锦绣的一代文宗 这个被披夹带锁的这个跪在地上了 然后呃可能呃可能这个这个筷子手啊 呃拎着刀站在边上 这个时候金生探的两个儿子哎来送行啊 来这个看到啊哎他的这个父亲 这个双方即将涌绝肯定是呃这个泪如泉涌了 金生探啊他心里难过 可这个人是一个很潇洒的人 他呃从容不迫的这个呃开了个玩笑 哎他说哭有什么用啊 说我出个对联给你 他出了一个上联叫莲子心中苦 哎这个莲子啊呃我们知道莲子 我们平时吃的这个莲子 他心里边那个心啊是苦的啊 他是有清热去火的作用 很多时候莲子茶莲子茶 就是这个这个原因 这个道理 他这个用了一个双方 他是可怜自己的孩子 他叫莲子心中苦 他这个苦字也是用了这个双方 他自己的心里也苦啊 这个时候他的儿子 你想跪在地上哭的这个肝肠寸断的 这个老爸要被要被砍头了 哪有心思对对联啊 哎这个金生探看着 他在地上痛哭啊 哎他也就没在没在没在说 他说哎呀起来吧别哭了 我给你出我把下联给你对上 接着他就把下联对出来 叫离儿负内酸 哎听到这一句啊 这个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啊 黯然神伤 他这个离儿离儿就是我们吃的梨子 但是他这个梨谐音了什么呀 谐音了离开的离 离儿他谐音了我从此之后就要离别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腹内酸啊 这个酸啊 无比的酸楚 因为离子我们都不吃那个离狐 那个离狐里边是酸的 所以他这个内心酸楚万分啊 你想这这么一个一代文宗啊 他在从容赴死的这种态度啊 通过这个对联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在这个临死之前 还有这样的这个这个敏捷的这种文思 着实是令人敬佩这种从容赴死的态度啊 我就插一个小故事吧 到这儿啊 我也想起来 其实我在去年吧 去年我也写过一首《七律》 我当时是刻意了用了几个谐音 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吧 总之呢 我说到谐音这儿啊 我就说我们读诗啊 读出来之后啊 这个声音 我们要对这个声音展开一种充分的这种联想啊 要不然很多内容我们是感受不到 是体会不到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的内容上来看第二句 第二句叫 蓝泽多芳草 这一句呢 实际上它是点出了这个季节 第一个作用是点出了季节啊 这个蓝呢 是在秋天里开始这个 在诗词里面啊 很多时候是写它秋天里的意象 我们最早在吐词里面 就看到秋蓝系清清 这是九歌里面的 那离嫂里面最著名的一句啊 认秋蓝以为配 这句我之前在讲处词的时候还聊过几句 秋蓝系清清 认秋蓝以为配 这种在处词里面很多 那么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这个 你像这个短歌行里面的啊 蓝以秋方 还有这个东京赋里面的 说这个 芙蓉覆水秋蓝被牙 这当然有人读批啊 他直接把芙蓉和秋蓝放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是说秋天 当然补充一下 那个时候 他配的这种 身上配的是蓝草 不是蓝花 尤其是以男子 他配的是蓝草 不是说把那个花 记在身上 它是蓝草 主要取那个草的香味 那么刚才说是秋天啊 那我们可以 这更加从一个侧面 佐证了这个事情的 发生的地方是南方 因为如果是北方 秋天啊 这个荷花都已经卸了 你比如说北京 如果到了中秋的时候 那没有荷花了 但是在南方啊 其实到了初秋中秋的时候 这个荷花还是在的 所以这个荷花和秋蓝 是可以同时采 同时采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地方的 这个诗写的其实是南方啊 江南的可能性大一点 你比如说李白的 李白写过 折合有赠 里面写 射将玩秋水 爱此 红麴仙 这个红麴 我们说麴麴 麴麴麴麴 芙蓉的别称 他也是把秋天跟芙蓉写在一起 你像王博 王博写过彩莲曲 彩莲归绿水 芙蓉衣 秋风起浪 夫燕飞 他也是把彩莲 芙蓉和秋风写在一起的 秦少游 宋代的秦少游也是一样 他写的彩莲 若耶席边天气秋 彩莲女儿西岸头 所以基本上从这些考证过来 我们可以确定 这首诗的时间 基本上是在秋天 当然不至于是深秋了 很可能是初秋或者是中秋的时间 他解释了芙蓉 解释了这个季节 那么他现在写这个兰草 他是想隐喻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古诗词里面 他写任何一种事物 他都不是白写的 你一定要有用意 这兰草在这什么意思呢 兰草啊 这个典故实际上 他是取法于 这个 《易经》里面的一个意象 叫同心 这个跟刚才 芙蓉的一个意象是很接近的 这个意象正好对应了 最后一句的 同心而离居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 周易里面的这个 挂词 蓝房 蓝草 蓝室 很多时候 借指这个夫妻同心 这个玉台新勇里面 他有一首诗 富玄的 这是西长安行 你看他也是 也是这么一种意象的比喻 我来发给大家 周易 这个里边 这句挂词 刚才发给大家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秀 如蓝 这是 第一次出现 把这个同心 这个意象 跟蓝草的 这个意象 连在一起的 这种出字 就是出字周易了 说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这个成语 其实也是来的 同心之言 就是咱俩 这个彼此之间 互为之音 互相理解 你说的话就说到我心坎上了 我听这个话 就好像我闻到蓝花的味道一样 你看他这句话 叫同心之言 其秀如蓝 它的味道就像我闻到蓝草的香味一样 这种意象 后来就经常用了 你像这个文弦里边 文弦里边 这个 彭的一首诗 叫 《赠冯文霸千赤丘令》 一首 叫 《力断金石气会秋蓝》 还有呢 这个 曹植的这个朔丰师 说秋蓝可育 他加了个小柱 叫蓝以秋复 可以育盐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蓝草啊 到了秋天 就变得很香了 这种香味啊 我们可以用来比喻 这种 这个我们愿意听的 这种话 这种 能够互相理解的这种 这种语言 从这儿可以 我们就知道了 说古人啊 把这个童心跟这个蓝草 它是连接在一块的 黎骚里边啊 已经开始用这个意象了 黎骚里边有这么一句 和离心 之可同系 无将远世 以自书 当然这里边写的是离心 它不是写童心 但是它前面加了一段话 写的是什么呀 写蓝指辨而不方系 他说蓝草变质了 他这个前后呼应啊 就蓝草变质了 所以咱俩就离心了 咱俩不能在一块了 变质的蓝草 已经不能同心了 实际上它是反着说的 再举个例子 咱们现在这个读古诗啊 或者读古文 经常会看到一个词 叫蓝房 或者是蓝史 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古人 他的古人的夫妇啊 那个时候的夫妇啊 他在卧室里烧香 是用蓝草做成的香 然后把这个卧室里边 熏成这个蓝草的味道 所以后来就称蓝房和蓝室 今我稀文君 更有稀义心 香意不可烧 还意不可沉 香烧日有谢 还沉日有身 我刚才解释了 这个香是指蓝香蓝草做的 蓝草做的香 这个香味可以象征童心 那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今天我听说你有异心了 就是你想跟我分手了 那下边写了香意不可烧 所以你既然跟我不童心了 有异心了 所以这个蓝草 咱俩都别烧了 你看这个意象 也是直接把这个蓝草啊 蓝草的香味跟这个童心 它直接结合到一起 从这么一个意象来理解 这个蓝泽多方草 实际上就是象征着这个 这个私父啊 和他远方的这个心爱的男子 他俩之间的这种童心 更加对应了最后一句 童心而离居 这是这是律师的雏形啊 这个启程转合的和 实际上你的手帘 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 要跟最后两句 八句话的最后两句 你里面的有些词语 有些内容 有些意象 你要能够合得上 要先后呼应 不能说 这个头上一脚 脚上一脚 互相不挨着 你看他蓝字多方草 到最后同心而离居 这么多的方草 结果咱俩还不能同心 因为他这里边就更加的 让你感觉到这种 缠绵挨绊的这种感情 说到这儿啊 还有一句话要提起 提一下 刚才忘了 苏东坡 我们最最最心爱的 很多人的偶像 是苏东坡 他的蝶恋花里边有一句 叫天涯何处无方草 我们当时读到这句的时候 都明白这个意思 说表示这个 异性知己到处有 咱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但是他为什么 要用方草这个典故呢 其实我们解读到这儿啊 解读到这个蓝字 多方草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其实我也是看到这儿 才明白 才明白苏东坡 这方草二字的这个隐喻 它是从哪来的 这个方草 就是象征着童心 就是象征着这个异性知己 就是这来的 好了 这解读了这么老半天 终于把图两句讲清楚了 那么我的观点呢 是同意认为 这个涉江采芙荣 这个主人 应该是在江南家乡的 这个妻子 我们看下面两句 采之欲为谁 这个字读为 就是送的意思 所思在远道 说哎呀 我采了这个荷华 我能送给谁呢 哎呀 我想要送的这个人啊 他不在身边 还在远方 那么江上采莲 蓝泽芳草 哎 这都是很美好的场景 忽然之间 好像这个什么呀 好像这个电影里边 镜头一转 气氛变了 这个 这个充满了一种 悲伤的场景 这个悲伤的气氛啊 来自于 这个采莲女子中的一位 这个 我们知道采莲 很多时候很多人啊 他这个 我们来设想一下 这个 很多其他的这个姑娘呢 都在那儿嬉笑打闹 他呢 这就是有一个人 一个人怅然而立 手里拿着花 这个默默无语 这个 这个时候啊 他眼里边可能 想象出一张亲切 微笑的面容 就芙蓉 他丈夫的样子 采之欲为水 所思在远道 我 这个 其他人都在这开玩笑 说你的要送给谁啊 我的送给高将军 你的送给谁啊 我的送给星哥 但是 别人都有人送 我这个怎么弄呢 我这个 哎呀 我是突然采摘了这个 这么美好的东西啊 这是没有啊 没有人没有人送 呃 说到这儿啊 这个这个表现手法是什么呀 呃 我们平常写东西啊 要想表现人物的这个孤独寂寞惨呢 啊 这个总是想把它制在一个非常 哎 悲伤的这个场景之下 比如说青秋啊 比如说孤身啊 这样 这样好像就能够衬托出他的这个凄凉心境 但是啊 我们想一想啊 有的时候把把这个悲伤的情绪制在一种美好的背景之上 这个悲伤会显得更加悲伤 这就是这个呃 诗词手法里的反衬 呃 叫以乐 写哀 则哀 背之啊 说到这儿 我举个小例子 袁梅啊 在随缘诗话里边 他提到过一句诗啊 这个作者我想不起来了 呃 这个场景呢 大概是说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啊 这个葬礼之上呢 哎 他看到了这个 当然很伤心的 你想葬礼上 大家都是呃 剃气如雨 对吧 那么他看到了一个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王王者啊 这个死的人啊 他的小女儿 这个小女儿很小 还在怀里抱着 还在压压血雨 面在微笑 你想这个场景应该是说这个小孩子啊 面在微笑压压血雨 应该是个天伦之乐 是吧 一个高兴的事 但是这个作者来了一句叫 伤心最是 抱中女 只把 长眠 做 暂眠 哎 你看他就是用了一个反衬的手法 那小孩多可爱啊 压压血雨 对吧 结果呢 伤心最是抱中女 就是我看见他 我伤心才到了极端 为什么呀 因为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他甚至分不清楚 死亡和暂时睡去的一个区别 只把长眠做暂眠 这就是典型的 以乐血哀 得哀备之 我们再回到实力来看下一句 还顾望旧乡 长路慢 浩浩 这句啊 好像是远方游子的一个独白 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空间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换 不再写自己 而且是在远方的一个丈夫 你说他是心灵的感应也好 你说他也是自己的幻想也好 实际上他这是什么呀 他是对远方 他所思念的人的一种寄托 他希望对方也在想自己 这是一种假设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也有可能在游山玩水 也有可能在交际 是吧 在开会 这种手法呢 其实啊 叫这种手法 诗词里面有一种叫悬想 悬是这个悬空的悬 想是想象的想 有人有一个叫张玉古的啊 他在古诗十九首的赏西里面呢 用了一个用了一句话来总结 他说从对面取揣笔意 言义必妄想而探长途 就是最好的一个总结了 他就是说 我其实是假设对方 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象 对方一定是在妄想 一定是在叹气 一定是在想我 那这种手法呢 其实用的也很多 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啊 杜甫的月夜 今夜福周月 宫中指独刊 摇脸小儿女 未解亦长安 相悟云环事 清晦欲必寒 何时已虚晃 双照 泪痕甘 这一首啊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夜福周月 宫中指独刊 杜甫啊 实际当时是身在长安 他的妻子在福州 这个字读福 读妇 远隔千里 他自己在长安 这个过得不好 实际上他想念妻儿 实际上他没有写 哎呀老婆 我想你啊 他没有这么写 他假设 妻子在家里干嘛 他假设妻子在家里想念自己 哎 观众只独刊 他说今夜福周的月亮应该很好啊 但是我的老婆在 哎 房间里一个人在那看月亮 这是很寂寞了 哎 同时他也用了我刚才讲的手法 你乐景写哀世 你看摇脸小儿女 未解亦长安 哎 两个小孩子 哎 一男一女 这个 你想小孩子两个小孩在一块啊 那无忧无虑打打闹闹 说不定捉迷藏啊 看猫和老鼠是吧 哎 这很可爱的两个小孩子 所以摇脸小儿女 结果什么呀 结果后面跟了一句 未解亦长安啊 就是两个小孩 就是两个小孩在那打闹的场景 看在他老婆的眼里 他老婆只能更加的悲伤 因为这两个小孩子这么开心 他们 他们这个 还不了解他的妈妈想想念丈夫的心情 小孩子也不了解他们自己 这个想念爸爸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你看他这是 这两种手法 这我刚才讲的都用到了 下面我就不解释了啊 那么 应该说这种假设的这种对方的思念 实际上是为了表达自己更为强烈的这种 这种思念的感情 那么咱们往下说 实际上 这两句一个空间的转换啊 还有点像电影手法里的这种蒙太奇 他把两个画面叠加在同一个视线上面 我们可以想象画面的左边是一个 伤心的一个妻子 首年芙蓉花仰望远天 那么后面呢 可能是密密沙沙的荷花 趁着他这个孤单的身影 那么右面呢 可能是另外一幅画面 云烟飘渺 这个是一个 这个云烟飘渺之中啊 依稀可以看见一个回望的一个男子 环顾望旧乡 长路满浩浩 从这个蒙太奇的手法 那么实际上这个诗的内容也转到了 描写这个可能远在北方 京飘啊 跑到洛阳去求是的这个 这个游子 这个游子呢 其实在妻子的心里 他可能也在想 所谓的环顾望旧乡嘛 可能他也在回想 说他们恋爱的时候 当时这个女子是不是也就送过他一枝荷花呀 那么他这个呃 可是游子现在在环顾他身边这些人 哎呀 这可能都是一些陌生人的脸呢 各自为在为自己的名利奔波啊 那么举目远望呢 回向的路途 这个如此的遥远 相关何处 所思又在哪里呢 哎 在这种感觉之下 孤单啊 忧愁啊 惆怅啊 畅往之情 分支他来 游子的心里就非常痛苦 所以来了一句 同心而离居 忧伤 以终老 这么一句话 我读起来啊 好像 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叹气 好像是一声叹气啊 双方啊 都在茫然相望 然而都是活在对方的想象中 谁也看不见真实的自己 在这样的一片苍茫之中 天地间仿佛 悠悠的响起了一声叹气 同心而离居 忧伤而终老 那么我们作为读者 我们感受到的 就不光是这么一个感慨叹气的声音 它仿佛来自千里相隔的天南地北 可能一个来自前唐 一个来自洛阳 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间 两千年之后 依稀传到我们今天的北京 香港 佛经上说呀 生老 这个人生其苦啊 佛经上说人生其苦 生老 病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生老病死就不说了 四种难以避免的这种苦 那么愿赠慧 两个互相怨恨的人遇到一块 爱别离 两个相爱的人却要离开 求不得 求而不得 所以你看它这个实际上是 佛经里面的 这个第六苦和第七苦 相爱而别离 求不得 希望在一块 但是不可得 爱别离 求不得 这是人生的这个七大苦之一 这我们再回到这个社会背景啊 那么古诗十九首呢 大约是东汉后期的作品 作于汉县帝建安之前的 几十年之间吧 当然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只是这种认可度是目前 相对认可度最高的 那么当时啊 这个我们知道两汉时期 这个 其实啊 这个经学 就是这些 这个武经啊 实际上是当时的读书人 就是世人 你如果想基身朝堂 谋求功名 实际上你要学好这些 经学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本啊 千千万万的这种学子啊 都要离乡游学 游学之后 就紧接着要去求换啊 求求求功名 对于这种如此众多的这种诗人啊 实际上中央的官僚机构的 他的容纳能力是很有限的啊 那么 实际上能够晋身的这种诗人就很少 诗意落魄的人就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一个诗意的文人群体就诞生了 这些人就是古诗十九书里面 常描写的这个游子和荡子 这游子我们知道 这荡子实际上也不是咱们现在说的浪荡子啊 它是荡 其实是在外漂流不能回家的意思 是这些试图诗意的这些 或者说游学的这种 这些精飘们 试图忘 在这种孤单诗意之中 他们自然会苦苦的怀念故乡和亲人 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么深了啊 因为咱们现在的社会交通方便 你说到哪去有动车 朝发夕智 咱们就算从北京飞伦敦的大概也就13个小时 通讯方式也便捷多了 说古代古代的有一种说法就怎么着啊 这个村子里说保安怎么样 保安基本靠狗 交通基本靠走 通讯通讯基本靠好 比之下咱们现在多幸福啊 咱们现在通讯有什么微信啊 视频啊 这个QQ啊 这个 所以我们在感慨啊 古人这种刻骨的思念之情的同时 我们也要更加珍惜我们眼前的生活 我们要找时间啊 找节假日啊 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家人孩子 好了 大家这个这一首啊 古诗十九首没有太多的发挥 我就解读到这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